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耀随教室这个特别的环节 刚才我们的部分跟大家说过上升趋势 下降趋势的移动平均线的排列模式 以及如何找到支持位阻力位 这一部分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些所谓黄金交叉 死亡交叉 大家都经常会听到一些特定是如何用法的 我们事不宜迟来看看黄金交叉的例子 所谓黄金交叉大家要先搞清楚定义 109这一款曾经在3月中出过黄金交叉 黄金交叉可以分两种 大家最常听到那种比较传统上的定义 就是讲一条10天的移动平均线 升穿50天的移动平均线 就是属于一个传统定义的黄金交叉 但是也有一些例外 就是当时10天线升穿20天线 这个其实都可以属于一个小型的黄金交叉 所以大家都见得到这样的情况出现在109那里 其实黄金交叉本身的定义 基本上等于一条比较快一点的线 突破一条慢一点的线 其实这个趋势的定义 就是等于短期走势 比中线走势为强 所以才出现这样的形态 但如果突破之后 其实如果你说短期线是10天线 如果升穿50天线或100天线的话 其实技术走势上或形态上 其实更加之好 最主要就是已经清破了中期的趋势 所以如果你说短期线 升穿越长期线的线 情况就是未来的上升趋势 就会是展开的 但是同样地要留意 因为我们要看这些黄金交叉 或者死亡交叉 其实都会有一个陷阱 陷阱在哪里呢 就是说通常这些交叉 出源之后 往往都已经是叫滞后了的 大家可以见到 就是说是109的股价见底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就出现一个10天线 升穿20天线的黄金交叉 但是和这段 亦都是10天线升穿50天线的 但是如果我们见到这个黄金交叉 先走去入市的时候 其实大家见到 那时候股价都可能升了不少 就是说股价由之前的低位11元 一升升到上去14元 这个位置其实黄金交叉才能出现 所以大家看着黄金交叉去入市的话 是可以 因为都看得到 未来还有一个不错的升幅 但是对于一些投资者来说 都分分钟有些叫高追的味道 一来二来可以这么说 就是当这个状态出现了 而且股价升上来之后 其实到时应该高追的都算是两难 因为说真的形态上的市 平均线本身都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叫做制后的 没错,平均线制后的话 所以尤其是看这些黄金交叉 死亡交叉就当一个参考就好了 我就不太建议大家就跟着这些讯号 就去入市又或者去到离场 看完黄金交叉之后 都马上看一看另外一只死亡交叉 死亡交叉就刚刚是相反的 我说就是当一些短期的移动平均线 跌穿一些中期或者长期的移动平均线 就会形成这个所谓的死亡交叉 2369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没错,基本上你见2369的图 即是中国无线的图 也见到在图备上都出现了几多次死亡交叉的情况 尤其是见到10天线 其实都先后分别是跌穿过20天线 50天线 甚至乎一些长期的线都会跌穿过 你形态上都可以看到 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个下跌趋势 而中途见到不断 一个位置刚刚跌穿了10天 跌穿20天线 这个股价开始有比较转弱的情况 而且每一次基本上上升10天线之余 而且股价都先跌穿过10天线 再跌穿过50天线 当然将来记得到的走率上 其实也曾经有段时间 都曾经想试穿过50天线的一个比较大的阻力 但是一无功移回之后 其实见到股价 这个类似的类似的类似也不小 所以如果真的要做一个短线炒作的话 如何拿着这些移动平均线去做一个所谓cut loss point 其实很关键 如果你说比较我的话 就说我见到2369 之前在上年12月的时候上过5.8这些高位 但是股价去到这些位置见顶了 但是去到这些位置 由于10天线和20天线 都仍未形成死亡交叉 所以这些位置暂时我都不会止蝕着 但是当我见到10天线正式跌穿20天线 还有见到股价来 都不能够站在10天线流上的时候 我就会考虑在这些位置 会先做止蝕离场的行动 而且移动平均线本身正如刚提及过的制度缺陷 所以你说其实如果用移动平均线 我都觉得是一个参与的性质 而且如果用的时候 其实都会配合其他一些技术指标 就会比较用途上或者应用上比较高 我们说完移动平均线之后 都马上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保利加通道 其实通道跟我们刚刚说的移动平均线 都有些关系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通道本身就是在移动平均线的基础之上 再进行一些更加深层次的研究 主要针对移动平均线的固定比率方面 所欠缺役的弹性 所以变成会加入杯种差 即是standard duration 的概念 计算通数之上下限的情况 所以令到通道里面更加能反映 就是格格劇力变动一个实际的情况 也是这个比较高通道本身最大的特点 看起来通道本身 其实都包含三条线 基本上比较高通道有一条上线 我们叫做通道顶 就是常保力加的射线 中间一条是平均线 我们通常会用20天线的平均线 作为中轴线 就是中轴线 我们下方一条线 我们叫下面一个通道底 当价格波动越来越大的时候 看到保力加通道就会自动调节而放大 而要反映价格变动一个加期的情况 但相反 当价格波幅越来越收窄的时候 其实保力加通道会随之而收窄 所以保力加通道是要跟随市场的波动 而有弹性将通道的上下 是否会放大或是收缩的情况 没错 我定义说得非常清楚 但我们知道保力加通道是什么都不够 因为我们要跟观众说一下 究竟我们要拿着什么的讯号 去作为一个入市 又或者作为一个指洩离场的办法 我们或者看回773这种 中金再生的股份来说 最近这两个月 这一个月来说 其实股价升幅是非常凌厉的 但怎样会触到这个股价的升幅呢 其实有一件事可以看回的 就是说当保力加通道的宽度 就是所谓的宽度方面 是不断叫做收窄 大家看到股价经过1月2月份 这个横行的走势之后 通道去到3月中的时候 都是明显地收窄的 大家看到这个当通道收窄到这么窄的程度的时候 就意味着 未来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突破 只要是向上还是向下的话 这个位置仍未知 直到股价真的有机会 叫做升穿通道顶 或者跌穿通道底 才有个明显突破 由3月的这个3月底开始 这支大阳烛升穿通道顶之后 就确认了股价就会有个突破出现 加上如果你说未来的升势 一直都是能够 站得稳在通道顶楼上的时候 就代表着整个上升动力 仍然都是非常之强劲 如果大家本身在这些位置 就是持货或买货的话 都不需要急着走 基本上当股价仍站得稳 在顶部楼上的时候 都还可以保持住 直到到这个位置 站不到顶部楼上的时候 就开始要着量减持 Jason 我找到你的形态 甚至这支股份刚刚相反 就是3933的联邦制约 图表上其实都见到情况是比较强阔 但收拾之后 反而这支又不是上升 这支反而又下跌 见到它都守不住中族线 20天平均线的支持 其实跌势比较显著 尤其都见到它贴着 就是中族交通道底部 不断向下走 所以见到一中途 其实见到中间的时间 都曾经有段时间反弹 反弹上去20天线上 但见到这个位置 如果以通道来说 有一个代变的短片格局 如果升到20天线的话 变上形态上可能会转强 但如果穿不到的话 形态上仍然比较转弱 这段时间见到形态 基本上升穿了20天线的中族位 都开始转强回 见到之后 都不断贴着顶部离限 但问题是近来的股价 基本上跌穿了20天线 转到中族线 而股价方面都开始转强回 没错 大家可以看看 今天股价下跌正式跌穿了通道底部 如果短期内股价不能够站在底部流上 有机会令到跌势进一步扩大 就好像出现今年1月份的时候 那段下跌 很简单的指涉位置 当股价正式跌穿通道底的时候 我都建议大家先做指涉 没错 今天时间就差不多了 跟大家介绍了一些平均线 还有一些保理家通道的方法和技巧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个星期 最后跟大家分析图片上的走势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关于图片上的问题呢 可以随时电邀给我们的 我们的电邀就是 ask.bassgroup.com.hk 没错 都等着大家的电邀 这一集的时间来到这里差不多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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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